那么双北列入三级管制 而许多的大学改为远距教学 不少北部大学生也纷纷回到了花莲 也引起了民众担忧 是否会把病毒带回花莲 希望县政府能够设立快筛战 双北疫情严峻 在北部就读大专的花莲学子 纷纷返回花莲 导致民众忧心感染一路 希望实施快筛 17日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上周五六共有126人接受自费快筛 快筛结果40分钟可出炉 目前全部都是阴性 做一个清除 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设快筛战 那目前来讲 我们在花莲四家医院 包括我们国居花莲总医院 慈济医院 门洛医院 布立花莲医院 都可以进行这个筛检的工作 同时他们都是属于户外的筛检站 所以他们不会进到医院里面去 造成那个所谓的院内的一些影响 那这个户外筛检站的部分 那也各医院来运作 那目前来讲 从礼拜五跟礼拜六的筛检的结果来看 那对于我们整个花莲的量能量是足够的 所以我想我们各位乡亲不用太担心 如果说你从外地回来 对自己的这个是否有感染有疑虑 或者说有任何的症状 请立刻到我们花莲的四家医院 进行做筛检的工作 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花莲并未有罗万华社区的明确感染源 伤亲若有疑虑 可自费约4000元做筛检 但他也强调 快筛的量呢 以及效果有限 呼吁外地返伤的民众 最好的防疫作为 就是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或落实一人一室 接着蒋邦彦理事报导